那最新的政治消息 中國武漢危險 應將我們臺灣國產業 行政儀現在正在拚 這禮拜是議會可以通過 所有群情形特別條例 也公佈社會 理貫以國黨團也拿出不一樣的版本 要來關心這是臺灣民眾黨黨團 才公佈他們出案的內容 那在名稱上面呢 我們跟國民黨或者是 我想政院版的會不一樣 主要就是我們還是希望能夠 顧基層 顧弱勢 也顧比較相對於 這個中小企業的產業等等 所以我們提出來的名稱不一樣 那第二個呢 我們這次在條文裡面 一共有13條 那主要有六個面向 跟大家做個報告 第一個是大家在1月 分的時候知道 政府用這個緊急命令的方式呢 採取了這個防疫照顧價 那這個價呢 到目前為止 我們還是認為 它能夠入法 有個法源是最好的 能夠讓勞資雙方有所依循 也能夠讓真的 想要請這個防疫照顧價的家庭 可以請也敢請 所以我們把防疫照顧價入法 同時我們也讓防疫照顧價 可以有情領生活津貼的計算方式 第二個是現在很多的居家隔離 或居家檢疫者 他是被這個疫情中心要求 他必須要隔離 所以在這個部分 我們也認為 在現有的傳染病防治法方面 也沒有入法 所以我們讓居家檢疫 跟隔離可以入法 那他們也可以請領所謂的補償的部分 第三個呢 是現在也有很多的勞工朋友 跟我們講 他被迫必須要到中國再去出差 或者是必須要回去就職工作等等 那基於在這個疫情已經公佈 中國的幾個地方呢 都屬於一級二級流行區 根本就不應該去 所以我們認為勞工的退避權 也應該要入法 第四個呢 是有關這個受衝擊產業部分 很多都是中小型的這個商家 或者是很多的這個消費者呢 他可能都還是需要一些 用刺激消費的方式來進行紓困 或者是振興的角度跟面向 所以這個呢 我們也提出來了 底用件的部分 那最後是有關一些中小企業的這個紓困裡面 包括在這個本金或利息 或者是貸款等等的方面 那最後一個是我們側重的 就是希望說 一個這個特別條例提出來 特別預算通過之後 行政院還是要很負責 來面對國會的監督 國會的這個要求 所以我們會定出這個有關的監督機制 就是三個月之內要提報告 六個月之內呢 要到利院來做備詢 那把他們對於產業的評估狀況 以及紓困的效益 以及是否讓有需求的人 真的能夠拿到這個政府 在特別預算或特別條例裡面的照顧 這大概是我們民眾黨團呢 提出來的這個基層紓困條例的相關 希望這個紓困的條例 我們提出來是每人發一千元 那這一千元就我們的民眾黨主張是怎麼來的 大概就是依照一百零五年到一百零八年的 稅計生育的總和的範圍內 大概就一千一百零這樣的一個範圍 我們提出這樣子 那這個就是有監督到我們的財 監督到我們的財政機率 跟整個的一個財政的一個規劃 這個大概是我們目前想要提出來的這個部分 我們來看看 谢谢大家